過去馬鈞仔街的照理人所設的 含正義在臺灣黑暗七一一 今年四月早上醫生的病毒來押 不過在第二禮拜五 衛生的事後 刷香香來試煉 任務局冠軍去找 在南道林愛鄉姐 任務局發生黑暗的遺體 任務局的任務員開後 找出黑暗的遺體 換來之後 又很棒好準備運送 臺灣黑暗七一一 暫停幾次落在臺灣的含正義 今年四月十日後 他住在新的編合五六八 由當時林冠處 又再一次延遺後 這個月六號 鄉鄉市區尾簽的信號 任務局登開幾天的收視 到後在在臺南道林愛鄉 武改山的道路 沒有到一百公圖的所在 發現狀暗也的遺體 任務局初步發現 黑暗的頭 跟現場有明顯的外傷 掛在暗根的遺簽發佈期 也打不去 在無界地區 進行地毯式的搜索之後 一直到五月九號 發現疑似有掩埋的可疑的地方 那在挖掘開之後 發現是東馬山的黑熊的遺體 黑熊七一日 是全台頭一個跟林律 華東區有三層林行 孤獨接觸的固體 任務局曾林幾次 交開專家會議 割定在南道 姓宜鄉的丹台亞生動物 重要設施進行疫苗壓迫 比國台九雄 吳美術任務 丹台東地黑熊出現的變率 真假林律拍來華東賓款 會議上他佔金支出 這不是收縮的雅宏地點 他尊重雅宏要扣入很多因素 但是這次黑熊林憲是林委地市 過往的經驗指出 這邊的人為狩獵活動頻繁 因此除非沒有更好的選擇 我不認為這個地方是最好的地點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因素的考量 但是最終的因素依然是 仍為致死這件事情 林務局已經將黑熊的遺體後 送加速衛生試驗所來改破 鑑定死因 而且保證保持總隊進班 警方表示已經整容 適合的地點所情 風雜附近的村落 而且調附近的鑑識器來看 所有民眾 如果是有任何的算數 可以注重提供 破案的總理金 相關有20萬塊 記者南道報道 記者南道報道